我一直在做很多年輕的媒體朋友 動詩書了 事實上過去我一直在為了政治體制 為了教育改革 為了媒體改革 在做那裡抗爭 然後覺得疲累了 其實我也真的很怕今天又來顧狗號 其實我現在想過的生活 就是說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都是這麼大的 所以我不但走過阿朗伊 我在六月初我就完成了鐵刀一百的蓋章的 這麼五角做一個很真正浪漫的活動 有人問你蓋那張幹嘛呢 我說沒有目的的才叫做真正的浪漫 然後在那個我真的蓋完了一百張 不是騙大家的 然後在六月初我就全部都蓋完了 然後在每一個小站跟一個列車長去聊聊天 了解當地的土地 然後我在共聊的時候碰到了綠達 所以又來急我說 好我現在還有一些剩餘價值 我現在來為這些環保的運動來做所有的育工 所以今天來其實不是來部口號 是要跟地道說報道 我可以幫他們做一些 請他們可以指揮我 做一些文書工作 然後打電話的工作 還可以發揮我其他剩餘的一些價值 那我就看你記憶了 當然我看到就是像阿朗一輕輕走過之後 我要呼籲的現在的執政者 或者未來的執政者 你去完成整個環島的公路 一點都沒什麼了不起 那樣的成就沒什麼了不起 只剩下這一小段 你說一句話 馬上在半年之內就可以把這條路線能夠貫通了 可是如果你能夠留下這麼一段缺口的話 那才是真正的成績 才是可以永恆的一個政績的表現 如果你能夠對抗這麼強大的經濟地義 而能夠保住這一段的話 才真正是能夠名垂歷史的一個總統 這是要對他們最後的一個呼籲 我覺得去蓋這種這樣的一個路 其實真的是太簡單了 怎麼樣去對抗經濟勢力 能夠維保持住這個事 才是真正的一個政績 這是對他們的一個呼籲 所以這是我到今天來 突然能夠參與這樣也是很高興的一個場合 謝謝大家